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案件 審訊繼續 審訊踏入第12日 正是服刑的黎智英早上11時 在警隊胡宋組和反恐特勤隊押戒下 坐囚車抵達西九龍法院 壹傳媒集團前行政總裁張劍雄也有囚車送抵法院 警方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外面部署大批警力 托過身穿被彈衣的反恐特勤隊員戒備 在昨日審訊中 雄方傳趙守偉重返證人張劍雄作弓 說獲黎智英多次晉升執行他的主義 而黎智英出任非執董的時候 都很積極參與集團運作